没有真 善是伪善 美是假美 没有批判都是虚伪的点赞 真实 真诚 趣味纯真 这就是我们的小观说 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期小观说 这期我们给大家讲的 我们讲讲自在 自在在收藏界里 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一个东西 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 自在就是用铜铁银等各种金属制作的摆件 当然也有木质和牙雕 主要是以动物和昆虫为主 关节 鳞片 四肢都可以活动 非常的形象逼真 世界各大的博物馆也都有收藏 包括著名的大英博物馆 美国波斯顿博物馆 还有东京的国立博物馆 那它起源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日本的江户中期 为什么是这个时期 因为这个时期日本武士虽然还在配刀 但是日本武士经过百多年的和平 相对比较和平的环境 虽然还佩戴着刀 但是绝对不会穿着盔甲出门 盔甲的需求减少 那玩意儿死沉死沉的 也没法平常穿 那么制作盔甲的工匠们 就必须另谋生计了 跟现在一样 为了有卖点吸引眼球 开始制作一些小玩意儿 这小玩意儿还加点工艺 包括关节能活动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其中东京博物馆的高级研究员 原田一敏的研究结果 发现早期有年款的自在 只有两个 其中一个在东京博物馆 是一条龙自在的摆件 上面有年款 写着郑德三年 那是日本的1713年 就是郑德年 他们叫郑德年 也是相当于中国的清代康熙年间 最初大多数是明真价的作品 我们以前讲过 明真价主要就是做铠甲呀 刀具 给大家看一看 一些昆虫的作品 挺漂亮的 非常漂亮 那为什么 他们喜欢昆虫呢 尤其是蜻蜓 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蜻蜓 现在大城市已经见不到了 因为所有人都戴着口罩防雾霾 蜻蜓早就不见了 记得小的时候有做蜻蜓 这个有经验 蜻蜓比较好捉 为什么呢 我们小时候都拿过那个碗 因为它只会往前飞 往左飞 往右飞 它不倒退 这就是日本武士喜欢它的原因 在日本武士刀 武具上经常出现蜻蜓的原因 只能向前 绝不后退 这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德川家康和封臣秀吉在一次战斗中 德川家虽然败了 但是清点战场的时候 吓了封臣秀吉一大跳 德川家的武士士兵被斩杀了很多 但却只有一个人是后背中刀死的 说明什么呀 说明只有一个人掉头逃跑 这样对手产生了畏惧 想一想 也挺吓人的 为什么 所有人都是正面战死的 大家经常看到齐白石画画 画虾 他为什么画虾呢 不画别的呢 一定有原因 那肯定不是因为虾好吃 大家看到了 虾它透明的 尤其是在南方 它有寓意是银子 取其长久富贵的意思 而且虾很有特点 它对同族不侵害 不伤害 和谐相处 它非常小 但是欲结透明 表示淡薄名利 此外 也比喻做人要坦诚透明 有顽强的生命力 也有敢弄潮的 你看这么好的意思 还有弄潮的意思 当然画的就比较多 这没有办法展开讲 以后有机会慢慢跟大家说 所以到了现在 日本人还是很喜欢蜻蜓 日本有一首著名的歌 就叫《蜻蜓》 是长元岗唱的 怎么唱的呢 哦 幸福的 同步有得口诶 大家一听那调有点熟啊 小虎队也翻唱过这首歌 叫《红蜻蜓》 我记得这个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记忆啊 就是我们都一起 《红蜓蜓》 《红蜓》 就这歌 那长元岗不但这首歌很出名啊 还有一首歌更出名 就是那首著名的《干杯》 日本这首歌也叫《干杯》 《让我们举起碑》 《跟往死干杯》 这也是长元岗唱的歌 这不是个唱歌节目啊 就顺便说一下 这个还是说回来自在啊 当然从难度来说 还是一些比较大的摆件有难度 给大家看一个蛇啊 这个蛇很长 是一个自在摆件 我们以前说过 这个铁的延展性并不好 它能做出如此复杂的关节 那相当有困难了 在一个日本健保的节目 电视节目啊 这个明镇的做的这个蛇自在 被专家估计这个保守价 估到八百八十万日币 也非常高了啊 当然也是这个保守的估价 因为这个很少这个东西啊 为了让大家更明白 更清楚啊 给大家看一只蜈蜈 当然蜈蜈蜈也没法打开 看到里面的内部结构啊 我给大家还找了一张X光 这个片 X光射线呢 可以看到的蜈蚣里面 蜈蚣多长啊 这个腿还有头上的这个须子啊 这比较困难啊 别说做了 我看一看的这个头都晕了啊 这个非常难啊 难度非常高 明真家自作这种这个小物件的时候 基本上不落款 为什么太小 但有很多基本上可以判定是明真家的 但是也有不是明真家的啊 明真家很出名啊 在很多博览会上获过奖 还有一个家族自作自在上也非常出名 他就是父母家 这个父母家啊 这个家谱我有 我会发到微信公众号里面 因为这个这个讲了也挺长也没什么意思啊 生年月日啊 怎么怎么回事啊 今天我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做自在的一个民工啊 是他们家族的里面一位叫做高赖好山 好山本名叫高赖虎吉 他明治二年出生在金泽市 明治十六年就在一家神户的工艺品贸易公司 淘气部工作了二十年 你看他十四岁啊 这个时候 明治二年到这个明治十六年 然后他工作了二十年 这说明他这个二十年当中啊 对这个陶瓷器也非常的了解 后来被调到这个京都分公司的工厂的金工部 做金工 这个时候他和这个父母这个一柱学习 这就是父母家的二代 浩宗赖 后来啊 好山啊 独立创业 和宗赖的女儿结婚 他是怎么出名的 是因为当时这个日本的皇太子在一次展会上买了他的作品 接下来他就变得非常有名气啊 接下来呢 也参加了很多的展会博览会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好山的作品 他做的东西啊 确实是不错 不过他最重要的贡献啊 并不是做东西 是把日本的自在这个工艺推广到全世界各地 世界各大博物馆啊 都都有这个好山的款的这个藏品 但是 但是啊 更多的是父母家族做的 其他人的作品 通常都写的是怎么写呢 叫好山智忠义 或者好山智忠明 都不是他做的 好山在欧美人眼里变成了一个品牌了 因为他从小就在这个艺术品的进出口公司工作 工作了几十年 所以对他来说 推广营销才是他的强项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误解说 这个好山很出名啊 我要高来好山的作品 其实大多数都是父母家族做的 但是凡是打着高来好山的款啊 他作品都比较精 为什么呢 他出口嘛 他要参展嘛 所以做的都比较好 这也难怪大家一致认同说好山的东西好 好山款吧 这里应该说好山款的东西做的都很好 那接下来呀 我想给大家看一段木工雕刻的龙虾的自在百将 那个视频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自在嘛 有多好玩啊 也很复杂 在这里呢 还是感谢大家 这个关注小关说 如果有什么意见建议 继续在微信公众号里互相联络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小关说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